文娱圈说大也就这叫么大,它就一个复杂的圈子,没成明星的想成为的明星,但是却都不晓得这里面的水质深还是浅,还总是倾慕那些红的明星,我们要晓得明星可不是那么好当的,而一旦红的明星都会昭黑,假如星卡接受不了这些压制的, 就很难再文娱圈呆下去,想必大家都晓得,崔永元和黄义清的这个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,但是都还没结束,可说这事是闹得有点大了光,黄义清,我想有不少人是曾经见解他的了,听说当初为了报复前妻,居然把他们的密切照发到网上,真是让人无法直视,简直是毁三观,于是就有很多网友出来则对他,趁其品德太差了, 好像黄义清一点,都在乎别人对他的见解,一定这是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,能够说那边有热门他就在哪儿,而在崔永元成为热门时,黄义清也大发谈论,崔永元在外包两小三,随后,网友看到这是一定是不置信的, 不过,由于黄义清的发言,还是对崔永元形成了很大的影响,由于这是有人不明确,这死中的道理,也跟着瞎参合,的确面临黄义清的爆料, 崔永元是不跟他迷肺口舌,间接选择走法律程序,就在昨天这事忽然宣布一件备案, 我想这时在外安定的黄义清,这时能够以惊慌失措法,的确关于黄义清来说,在网上刷存在感,也是他生存的一部分,不晓得的小伙伴们能够检查一下他的微博,简直每天都更新, 这次崔永元备案事情,也证明了黄义清的爆料能够是不实的,这是黄义清想惹起网友讨论的一个说辞,小编以为如歌真是如徐的话,黄义清不止给本人打了一耳光, 往后他说的话恐怕都没有感信了,崔永元发文宣布,黄义清惊慌失措,透彻要亮亮他, 大家基本上都站在崔永元这边,更有网友调侃道,叫你跋扈这么跋扈,这次要透彻亮亮了吧,这还不算够, 崔永元甚至把国家柔道队公军陪点刘磊磊都召唤出来了,这家伙可是狠角色,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 普通人那一次跌倒,一次尝试性的摔跤,被灌在地上就会浑身疼痛,眼貌金星, 而他每天要面对几百次,而且摔他的都是力大无穷的职业柔道高手, 刘磊磊所受的折磨和虐待,完全可以颠覆你的极限想象, 而且在年纪上刘磊磊也占据很大的优势,这次来护佑崔永元,绝对是很好的选择。